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你好 好 現在是早上的9點28分 我周圍是一片沉霧 其實是霧還是霧蠻已經分不清了 只是今天早上格外的冷 喂 你好啊 你說的對 你提醒了我 一會去買一打口罩 晴天夜是很難得呀 我聽說 不好意思 我為什麼突然想笑呢 因為 因為最近 任性了一把 然後 不過這不重要 對 趁老闆沒來聽話 開心就好 不是開心是又害怕又激動 然後又暗爽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這樣其實是 按照一個人來說 他是可以有的正常情緒 嗯 對 然後 又最近大家都在忙我的那個 金曲的事兒嗎 對 然後聽說 我有 女犯呀 她們還要 就是獎勵 集資前五的 前五的那個同學們 說要 做自己親手做的奶糖 然後要 到時候送給集資前五的朋友們 其實我覺得既然大家都 這麼 這麼賣力 這麼支持我 那我就 我也不知道下次過手會是什麼時候了 反正如果有的話 我是 我買了我們家那邊的 特色 夏日飲品 然後到時候 做給大家喝 然後呢 我還會 我還會就是 嗯 到時候送出 我自己親手 做的 我自己親手做的 嗯 答謝禮物 送給前五位 集資最多的朋友 嗯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反正就是自己親手 就是花了很久很久 有 用 用勾針 一針一針勾出來的 一些 什麼茶杯墊啊 什麼 就反正 但是是很大的那種 我是這麼想的 還有什麼 反正看我會什麼吧 對的 在什麼新疆啊 在什麼新疆啊 我什麼時候去過新疆 我是這樣想的 就是 以此來 來 感謝 到時候集資前五的五位朋友 嗯 希望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 對 因為我還是覺得呀 人多力量大 眾人食柴火焰高 嗯 因為 說實話以前 就是在這裡吧 我也是鄭重的 鄭重的 道個歉 因為在以前呢 就是 包括我的 應援呀 還有什麼什麼的 就一直以來 我就 嗯 還有集資啊什麼的 我自己就 我 沒敢 沒敢開口 就是 在 直播呀 或者是在公演上 提過這事兒 也沒為自己宣傳過 我當時就是 因為我之前 我接收到的訊息 還有就是 我在團裡受到的 教育 就是 我太教條了 一直以來就是 這些規定啊 都告訴我說 我作為一個偶像 就是 我再想讓別人 支持我 我也得憋著 我不能說 因為就確實是 之前的規定裡面 就是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說 這件事 然後就包括什麼 集資鏈接呀 我也從來都不敢發 但 但我現在 嗯 說出來有點好笑 就也不知道是 也不知道是 怎麼回事 我發現大家都不遵守這個呀 也有可能是就是 人家規定只是那種 就只是那麼一說 就沒那麼死板 但是我呢 我太教條了 然後反正就把大家都拖得很累 我也 有很多話想說也不敢說 然後呢 就是 業員會的大家也都是 就是 要不然就自己 一直 一直透支自己的 資金 然後要不然就 就反正不管多努力 可能就在我身上也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 回應吧 我自己想想可能 就是也是有我自己身上的問題 所以說 我就這一次勇敢的表達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嗯 這些事兒就是 問我去哪裡 義務勞動的 我還沒有去 嗯 然後如果你想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翻一翻我的口袋房間 往上翻 翻到前幾天 你應該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 嗯 是的 因為今天早上起來上課 然後 就過來給大家 電台 現在已經出來了 嗯 我們導演課 然後現在是實驚實驚 謝謝 你 你好 我真的 感覺自己 現在的這個打扮 仿佛一個 仿佛一個 鐵踢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 學校裏嘛 學校裏面太認真打扮的話 就不像一個 不像認真學習的人 因為我 很 學習很刻苦 所以就 不想把別的注意力放在 裝扮上面 哈哈 我是不是該慶幸今天上了早班 不然 不然今天就看不到電台了 你這個早班好啊 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早班 現在都已經九點多了 快 告訴我這是哪家 這麼優秀的公司 等我畢業了 我也要去 我還以為世界上所有上班 都是八點就開始 那個剛才聽電台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把這個消息 幫我那個 和大家說一下啊 就是 就是 我會親自 就是在下次握手會的時候 送上 感謝前五名集資 最多的朋友的 我自己親自 用勾針 一針一針 勾出來的 呃 針織藝術作品 哈哈 好的 謝謝 今天霧霾就沒上班 真好 我跟你說我從小到大上學啊 就遇到那種 都能把小孩刮跑的那種天氣 大風天 還有啊什麼 伸手不見五指的 一米之內看不到的那種霧霾 也從來都沒有因此放過假 真是羨慕 原來上班這麼的好 我都想趕緊畢業去上班了 晚班是五點到 我還沒到公司呢 到十二點 好的 車門解鎖了 嗯 其實我也正在 努力的 賺錢 嗯 就大家都特別關心我 總選以後 獎金的狀態嘛 然後我可以 如實的回答大家 對 就總選的那一個月裡面 我的工資 比平時高很多 因為我平時都上學嘛 有一段時間 我工資一直都只有兩千點 對 然後那個月突然就 一下子就 就是從千元 然後升到了另一個級別 但是呢 就是在我高興的同時 就是我在看看別人 就是我們隊的普通 嗯 就是他們的那個正常工資 嗯 就比如說像賽賽這樣的 比我晚近半年的二期生 還有就是苗苗和我一樣是同期的 對 但是沒有入圈的成員 他們工資 就也差不多是我這個 對是我這個數 然後他們 我大概也就比他們多了 不到三千 對 然後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的獎金 真的 對 我現在就是 跟大家說的都是實話 然後如果大家想看我的 那個工資 工資的那個短信的話 我也可以提供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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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不想看 是的你要是看了我的工資 工資的那個短信 通知短信 你們就會在自己身上 產生一種很強大的優越感 就是哇原來我掙的比小偶像多這麼多呀 還是不了 其實我也以為我會就是突然有錢一次 然後結果就是這獎金 我自己還倒貼了一點點 然後買了一部相機 但是這個獎金很有用呢 完成了我一直以來想擁有的一個夢想 也就是想擁有一台相機 而且我現在還用這部相機 拍了很多東西嘛 我覺得很有用 對如果要是沒有這個獎金的話 我可能現在還在省吃檢用 在學校 就是用我們家那邊畫 就是口捏肚攢 不敢吃不敢穿 然後就攢這個相機 我特別開心也特別感謝大家 嗯 工資就算了不想看心酸 我一個月如果不休息的話是三千四 如果休息就是三千 不我是一名專業乞討者 沒有固定收入 說起來我真的覺得 這個祈禱是一個高薪群體 因為他們不需要投入 只需要一個碗 然後就會有源源不斷的 資金流入 這就相當於 無償透支啊 簡直 不要太好 但是我還是覺得 拿錢必須得出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每個星期只能去一次優堂的原因 嗯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工資差不多 然後我要每個星期 對我和你一樣 然後我每個星期也要去一次 然後有的時候還要一個星期回兩次北京 因為我在上課 什麼相機 什麼相機 加能G7X 然後就買的那種港版的 但是不是假的哦 只不過就不是大陸版的 然後可能就WiFi什麼的 不太好連 我試著連過 然後不太好使 嗯 嗯 啊 桃素聲音好好聽 謝謝 拍Vlog的相機 對的 這個相機就是很多博主都去推薦 然後我就買來 一開始我不會用 我就發現自己拍不出來 像他們那麼好的皮膚 還有那麼好的光線啊什麼 但我後來就會怎麼拍了 就可以把自己拍的比較 比較 比較 美麗動人 突然直播 嗯 嗯 哪有源源不斷 現在我在內文谷的冷風中受盡白眼比 大哥 你都乞討了 你還怕幾個白眼嗎 東北小粉絲好想去遊堂 東北小偶像 也好想去遊堂 你們可以 來找我玩 因為 就是最近 我感覺我 我感覺就是 自從我恢復了正常的 就是努力調節自己以後 不再 因為 就反正 我覺得我好像 身體 看起來 不那麼浮腫了 然後我也 最近 好久都沒有去 關心自己的體重 就是把注意力轉移了 我就覺得 我在公演上看起來好像 好像 比就是 之前受 受這個 飲食障礙折磨的 這 大半年時間裡 看起來好多了 之前臉就一直是 腫的 然後現在雖然說 把臉盤子也不小 可是看起來就 感覺自己自信了很多 眼神堅定了很多 好吧 說我瞎扯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出我眼神 我眼神裡面 隱藏的堅定 要是趕上完場就得打車回家 門票80 打車100 唉 其實我們差不多 嗯 怎麼說呢 嗯 說實在的我們 我們 我不能說具體的數 但是 我們 工資 就是每一場的工資 沒有你們的門票多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如果一周兩場公演的話 我坐最便宜的火車 我坐最便宜的火車 也賺不上錢 哎呀 你們不要發得太快了 已經翻不出來了 眼神猥瑣的時候比較可愛 真不是我猥瑣 唉 但是你沒有發現 我是很認真的 那種 就是在 在扮演一個猥瑣的人 所以就雖然是一個猥瑣的這樣一個角色 可是 還是渾身充滿正氣 很正經 很正的一個人 因為沒有辦法 我長的就是這麼天庭飽滿地各方圓 對 要不說很多大美女都是方臉 因為方臉她能襯起來 你知道吧 你看什麼 就反正那些什麼大美女都是方臉 是像瓜子一樣的方臉 就不是純粹的追著臉 瓜子臉 臉要是沒有棱角那就沒意思了 你知道吧 這是一種美學 全團最A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說的A,B,O是啥 我就知道A,不知道B,O 哈哈 不不不不 大家就當個笑話聽啊 其實我希望 我希望是這樣的 為啥呢 就是 我從小到大 我說的很多話吧 大家都不信 然後有一天 然後有一天就是在封上的時候 我也忘了我那天說啥了 就是說我身上的事啊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然後呢 就那個有一個後輩他就說 他就是我 對我就說一句 我說為什麼你們都不相信我呢 然後有一個小後輩他就說 因為聽起來就不像是真的呀 然後就他們就一直笑 我 然後我就說好吧 然後我就去化妝 我現在想想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我一直覺得沒有人相信我 沒有人沒有人就是 就是跟我有相同的那個 心情 因為吧 我發現的那些東西 大家平時都不關注 也沒有人去看 就比如說我真的會去量 我 我身上就是 我手臂上 長出的汗毛 最長的有多長 可是沒有人去關注這些東西 然後當我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啊 怎麼可能有那麼長 就沒有人相信 但是真的有可能啊 對吧 你難免 就是雖然說我是一個就是 毛髮很稀疏的人 我甚至連眉毛都沒有幾根 但是難免就有那種變異的毛髮 他就長的就是那種 巨就是金色的毛 你見過嗎 在手臂上 在手臂上 我又忘了是在什麼位置 好像是小手臂上吧 有一次好長一根 金色的像 就是像那個齐天大盛的那個 救命 救命毫毛 寒毛 對吧 然後真的我真的量過好幾厘米呢 而且我感覺每個人身上應該都長過這種吧 就是很長很長的 然後金色的毛 然後金色的毛 我記得我好像臉上還長過 就是很正常吧 但是沒有人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是我眼睛有問題嗎 是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別人都看不到嗎 但是不可能啊 我知道沒有必要较真 可是為什麼大家就覺得我是騙人呢 我不是為了就是搞笑才說的呀 好尷尬 我家陶酥好好看你知道嗎 陶酥酷就是 他像個網名 他也像個寵物名 可是他不像個人名 就是沒準你的同學會以為 是你新養了一隻寵物 白色的 白色的 好像 沒有 嗯 不知道 沒見過白色 有一次我媽非說我什麼 非說我 因為不好好休息 說我頭髮上全都是白髮 但是我媽她是一個 反正她眼睛不好 就是先天性的 然後她去年做了手術來的 就是她之前那眼神 她跟我說我全 我說我滿頭髮全是白頭髮 說什麼就是好多 然後她還給我拔了一根 結果也不是 就是因為我 就是因為我 頭髮顏色淺嘛 然後被光一打 就淺著更淺 你好 桃酥吃多了就有點乾 今天心情好點了嗎 早上好 你也是 我喜歡吃桃酥 我們家那邊桃酥 有那種 其實就跟桃酥是一個東西 但是它叫蘆果 蘆子的蘆水果的果 蘆果 這個名字是不是很好聽 然後 它就比桃酥口感再磁勢一點點吧 就這種東西 然後是長方形的 比大目手指的 稍微粗一點吧 就是像個木頭塊 長方體木頭塊 特別好吃 特別好吃 而且那個 適合胃口小的人 不是像桃酥 桃酥都是好大一張餅嗎 吃不了 又不可能分給別人 就挺尷尬的 但桃酥沒關係 一口一個嘎嘣脆 今天電台為啥開這麼早 因為 今天是導演課 然後 大家就決定要拍一個作品 可是現在外面有霧 所以說 可能大家還在討論吧 不早了 我們平時是八點半 西奧園裡邊有很多我不認識的樹 我還以為是山楠果 我就想了 不可能有這麼矮的山楠樹 不知道是啥 紅色的很大很大的一個果實 像山楠一樣 但是上面沒有一個個的點 可拉倒 還聽到我的聲音 如同春風吹到我臉上 但是可能 你想多了 我說話的聲音應該就和那個雪崩差不多吧 泥石柳 落葉多嗎 說到這裡啊 其實我 挺悲傷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家那邊 秋天 都會往下掉樹葉 真的 就幾天就掉光了 然後而且那個葉子它會先變黃 然後再落下來 可是在河北這邊 你看都現在這個時間了 十一月份 流樹還綠著呢 也沒有那種特別特別黃的黃色 東北 東北真的是巨黃啊 而且它是真的就全都變黃了 幾天呢它就全都變黃了 然後再過幾天它就全都掉下來 就是春夏秋冬都有它自己的顏色 都有它自己的思想 但是在這裡呢 一般 就沒那麼鮮明 現在一眼望過去吧 那綠色和黃色之間也分不太清楚 而且有的葉子沒等掉下來 在樹上就先枯死 這是讓我很不解的 可能是品種不一樣吧 我們家那邊的那個 柳樹都長得巨粗 真的巨粗 可能也是水土不一樣 導演課今天沒講課 就是同學們去那裡簽個道 然後就走了 青羅小扇 鋪流淫 夜藍自毀 醉如癡 佛案讀書 天地寬 你這是三首詩裡邊的詩吧 你別騙我 別騙我 文化少 春風有點喧囂 對 這句話比較有文化 你也是黑龍江的 哈爾濱的樹現在就土了 對嗎 對嗎 東北人用白麵 其實我真的感覺挺開心的 因為原來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雪的 嗯 嗯 大家記住我們的約定哦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我的 為了感謝大家 下次我手會我會送出 我為大家做的 真知藝術品 然後送給集資前五的朋友們 對 還有 就是送給所有來和我握手的朋友們 我們 東北的 夏日特飲 我先不說是啥 反正你 不是東北的也猜不到 去海南絕對沒雪不是真的特好吃 什麼鬼 去海爾濱誰跟你說丘陵紅唱 你打他就對了 嗯 其實我感覺呀 就那種 特別大的 特別大的那種店做出來的紅唱 不好吃 還是就是那種 就是在你們家市場裡邊的小店 然後做的那個紅唱 那才是真材實料 就主要是人家裡邊那個肉塊也大 然後那個煙燻味也特別好聞 反正我喜歡吃肉塊大的 我不喜歡吃那種磨得特別精緻 感覺就跟吃麵粉腸一樣 雖然說吧我知道它不是麵粉腸 那我也不喜歡 我都說了是夏日夏日飲品什麼動力呀 才不是格瓦斯呢 是自己是自己做的 我在網上已經買好了 我在網上已經買好了 你們想 你們想送我禮物的話 直接給那個咖啡廳就可以了 大百里不是喔 你看我就說吧 可能就是有好多東北人都沒喝過 不是 對於我來說就是夏天必須喝的 不是 不是 你們不要猜了 到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一堆人在路邊爐串 嗯 盧川這個有點難 真的有點難 不太好實現呢 畢竟 手頭沒有那麼多錢 我也就只能盡我最大的努力 送大家一些就是我現階段 能支付得起的 東西了 想一想住畫面 困死了腦袋疼 雖然我很心疼大家 但是 和大家說千萬不能偷懶 為什麼呢 因為明日赴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蹴土 千萬不可以 千萬不可以 休息的太多喔 啊 那個時候了嗎 那你說萬一沒去成 哎呀不是不是 我是說就是萬一 對不能有這樣的想法 呸呸呸呸 我要相信大家 也相信我自己 自信 沒有 我說夏日特飲 它不一定是涼的 它只是對身體很好 親火還可以調理你的腸胃 我就是因為看這裙子奇怪 我才要穿它 明年生誕冷餐 各自行沒有蛋糕 只有桃酥和烤串還有啤酒 哎真的 我小的時候每年過生日 我都特別期待我媽給我買蛋糕 然後但是不知道為啥 啊隨著我的年歲增長 我發現我媽給我買的蛋糕 越來越小 而且蛋糕也越來越貴 但我後來想想啊 可能我媽買的一直都是一個尺寸的蛋糕 只不過我長大了 那個蛋糕在我眼裡就越來越小了 而且我 我就是從每年期盼著那一個蛋糕 到後來就是 不太想不太想要那個蛋糕 因為從小到大吃的都是一個味道的蛋糕 我說真的我沒來北京之前 我從來都沒吃過什麼 水果蛋糕 也沒吃過什麼慕斯什麼芝士蛋糕 就只吃過奶油蛋糕 但我覺得 反而是 那種蛋糕就很純粹 而且就是它的蛋糕體也特別的 真的就是有蛋糕味 來到這邊吧 雖然說那蛋糕很細膩很好吃 然後也很貴 甚至有一千多的 有幾千多的 但是 我覺得他們不是蛋糕 我覺得他們只是 一道甜品 換不起我的回憶你知道嗎 而且我已經好多年都沒有過過生日 其實生日對於我來說只是 給我媽打個電話 我生日9月8號 不是白露的前一天就是白露的後一天 要麼就是白露的那一天 大家記住我24節氣 當白露快來的那一天 老葛的生日就快到了 8月初七 很好記哦 8月初七 余謙先生家人的蜜糖大腸 有點噁心 什麼叫蜜糖大腸 買的蛋糕三百多 還沒有以前三十塊的好吃 因為我們長大了 嘴越來越刁了 你知道嗎 對的我是和婷婷前輩同一天生日 好巧 我從來都沒有在生活裡碰到過 和我生日一天的人 和我生日一天的人 嗯 你蜡月初四 嗯 嗯 這日子好啊 蜡月裡生的人長得 都細長 瘦高 你還未成年 營業那麼早 嗯 因為 作為一個 Top的基本修養 要營業早一點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在上學 我在學校 所以我不用去上課 而且現在的課都改版了 就都改成那種小課了 都是單獨訓練 就是那種 那種只有 只有公司 對 就是只有公司覺得 有 就是他比較看好的人 才可以上 對某些課 然後 剩下別人的話 應該 一個星期就能輪上 上幾節課吧 嗯 就現在大家都是那樣輪著上課 但是那種小課 就是什麼提高課 是只有 運營就是比較看好的人 才可以上 我還沒有上過 嗯 不過沒關係 我自己 我不能指著別人 對我得自己去每天激勵自己 然後去學習新的東西 然後去學習新的東西 對 很久了 嗯 嗯 但是一直都是 就是沒有公開 現在是公開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要不然以前像那樣天天上課 都是每天過公演 然後大家都 興趣不高 現在都分開上呀 輪著上呀 就每人一個星期就輪幾節那種 感覺大家就是都可以好好上課 而且我現在在上學 對 所以說其實我想就是你們應該能理解我 為什麼假期不想 嗯 假期就是我想繼續在外面學習 積累經驗吧 你們應該能理解吧 因為 對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 不是說我矫情 嗯 不是 你們 你們那個 他不是說讓 只讓他倆上 是這個課 它是 這個課它是全員都要上的 是必修課 但是呢 那天就剛好輪到他倆 而且還是在公演前 可是就是既然 是這樣安排的 那就必須得去上 不然的話就要扣 嗯 三倍工資 我們礦課的話是 這樣就是 代價太高了 所以說就是 就是大家現在都好好上課 其實很久以前就是 是這樣 很久以前就是 扣錢都有標準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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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安排的課 你就得好好上哪 你如果要是礦課 那不就相當於 你們上班礦工嗎 這扣錢 這也很正常 對這都不是說 過分的事 就是也不是說 不符合場裡的事 其實我一開始挺羨慕就是那些 有小課上的同學 因為就是覺得 他們可以提高自己 然後怎麼怎麼樣 但是我後來發現 怎麼說呢 就是那些課吧 對他們有用 但是對於我不一定有用 如果就是 而且就是 我在學校裡上課 就是給我安排了 我也去不了 況且就是這事 壓根也就沒有我 所以說就是 我一開始就 我可能會因此 感到失落 但是現在想想 這算什麼事嗎 對呀 根本就 不算個事嗎 我就當我自己不知道 我覺得這就挺好的 而且那些東西 我自己也可以學 對吧 主要是我想學的東西 他也教不了我呀 而且你看我就是沒上這些課 我也沒比別人差 對吧 這個東西不在於上課 要在於自己 要在於自覺 你有自制力了 你到哪兒 都是一等人才 提高課都是什麼方面的 這是什麼表演 舞蹈 聲唱 就是一般的內容 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不用關心了 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不用關心了 我沒上我也沒比別人差呀 對吧 我可是和舞王合作過的女人 TOP16公演上 我可是和舞王合作過夜行的黑貓呢 雖然說我跳的肯定沒有鐵扣好 但是我們兩個在一起一個節目 就是我也沒露氣對吧 我沒給格格屋門丟臉 對吧 就我們兩個沒有差距太大 對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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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開門了妹妹 嗯 上不上 我也提过呀 但是你提了也没用了 就反正无论是什么 到最后都会用一句 因为你上课 然后这事就没了 习惯了 谁说的 我真的觉得铁扣跳舞很好 真的 每次看他跟军姑跳舞 我都 陶醉你知道吗 之前就我跟铁扣排黑猫的时候 然后他 他跟军姑就是 想让我帮他俩录一段 他们跳那个 木偶的那个节目嘛 然后我就给他俩录 真的是目不转睛 他们俩跳得真的太好 你知道就是 团里边的舞吧 他是测试不出来 一个人舞蹈真实水平的 但是 只要是他能跳别的舞 而且别的舞还能跳得好 就说明他这个人真的 舞蹈很强 那个木偶舞真的 一般人跳不出来 就你没有那基本功 你学你都学不像 就是可以说明他们两个 在之前就是 肯定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而且还确实是刻苦 感觉练了很多年的样子 所以说我挺开心的 就是我也不管是怎样 对吧 这都不能影响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这都不能影响我 因为努力还是在自己 好了 那我再直播五分钟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了 谢谢 我一直都觉得 反正我爸是这么告诉我 我爸就告诉我 你不用羡慕别人 你自己现在这样就是 就是最好的状态 你只要在这个状态上 再去不断的进去 你就可以一点点的超过别人 你就不可能比别人差 最怕的是你得到了很多机会 但是你还不努力 正是因为 正是因为我 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不是那么顺 所以说我才可能 突破那些层层障碍 不活在一个框框里 一直在突破自己 flag 不是flag 是一个 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就是说 下次我所会 我会送给 B50集资最高的 五位朋友 送给他们 我自己亲手 用勾针 一针一针 勾出来的 针织艺术作品 不好意思 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 只能这么说了 我才不会说它是什么 什么茶杯垫什么的 它不是茶杯垫 它是真知艺术作品 而且每个还都不一样的 又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就是和大家说 它具体的名称 就只能统称 它们为真知艺术作品 然后呢 我还会就给大家 送上我自己亲手 调制的 夏日东北特营 特别开胃 我觉得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五号 五号现在没有时间 经营自己 五号现在就是有了新宠 她每天都在为她 那个小猴子喝奶 她现在是奶妈 就是简直尽心尽力的 反正那个小猴子就是 一定要特别的 对她细心照料 然后 还要给她就是催尿 就是 你知道吧 她现在就跟一个奶妈一样 我看了我都觉得天哪 好细心啊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都做不到 因为我可能 我记性不好 我把它揣兜里 我可能就把它坐上了 你知道吗 我养不了那种小的东西 我只能养 就是像猫 像狗那种 很大的 然后它可以叫出声来的东西 我需要回应 如果没有回应的话 我就 我就很悲伤 才不是十字秀 是勾针 你知道什么叫勾针吗 就是 你 你 特别累 天哪 真的 特别累 简直就是那眼睛都快瞎了 而且就是勾针 它跟别的东西还不一样 它不像猫衣 猫衣是一支 你能支出一个完整的来 那勾针你只能就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勾 就是我说这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像十字秀 你是用针 秀一个叉 对吧 秀个十字 但是勾针 你只能就是 勾出来一个花 然后再勾出来一个花 再用线 把它们再合到一起 勾针只能这样勾 特别难 就是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单位 你就要勾好半天 这话 这话就是你们 你们自己知道就行 苗苗 苗苗身边的 身边的女孩子太多了 谢谢 我也是就是在 在那个什么优酷上面 在B站上面学的 因为它都会教得你特别 特别全乎 教得特别好 然后反正就是你缝钩针呀 这种东西 不能太 不能太着急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 你的针脚就会 时而舒 时而密 你要放松 然后才能让它都平均 我也不少 不是啊 我真的 我从来都不会说谎 你们问我啥我就说啥 这都是就反正我特别感谢他们愿意找我 然后去演这个节目 也因为我们的合作吧 摩擦出了很多创意的火花 我看那个就是 我们那个雪猫叫 就我们两个牌的那个雪猫叫 在B站上面点击量都到了14万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涨到15万 嗯 哎呀 不是你知道吧 就是一起合作节目的 只能叫同事 真正喜欢的 都在私底下藏着呢 那我能告诉你们吗 是吧 我就 我一直都在B站营业呢 我是半个月前开始营业的 然后现在发了两支的Vlog B站有账号叫人间有陶苏 应该起这种智障名字的只有我一个吧 你们就搜一下应该就搜到我了 ID我背不下来我就知道 我的名字叫 我的名字叫 Lavisa 人间有陶苏 不是不喜欢他呀 是我们 怎么说呢 就是没到你们说的那么 那么亲密 就我们我们是好队友也是好朋友 但是没到你们说的那种 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真正喜欢一个人 你真的把他当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的时候 这种人你是不会往外说的就是 反正你们肯定不知道 桃酥什么梗 桃酥就是我喜欢吃桃酥 但是我又不敢吃因为我要控制饮食 什么商业CP 说的好像谁刻意卖CP一样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开心的合作了一个节目 然后然后就是好队友好朋友 没有想那么多 就反正至少是我 我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大家邀请我 然后我就去了 因为我觉得吧 就CP这个事儿就是 我虽然很渴望 可是呢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搞得来的 就像我这种智商我就算了吧 因为我也 你知道吧 就是我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搞不来搞不来 就这样吧 所以说嘛 你要卖CP你也得是那种你真的吧 对吧 你是真的你互相喜欢吧 你说我们两个大侄女 我们怎么卖 执女卖 卖鸡这不好 算了吧 我是高不来 哎呀算了我不说话了 我一说话就气氛陷入尴尬 哎 我不说了我不说话了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真的不说话了 我安静 我闭麦 哎呀这玩意不好说你知道吧 因为 因为我感觉啊 都取决于周围的环境 真的遇到合适的了 谁都说不准 我也不想就是立什么打脸的flag 我只想好好追守团规 就是禁止恋爱 哇这个树叶有的上霜了 然后就看起来像白漆一样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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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天天就 天天就 就给我整套想 还官宣 拽破柜门 听不懂 听不懂说的什么东西 淘宿来解决感情感问题 你们说吧 但是啊 因为我现在我要去食堂坐一会儿 外面太冷了 可能就会没信号 看看信号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吧 没信号的时候我就会关 你们可以说 现在可以开始说 我会解决你们的烦恼 你说我是天生的那种节奏体制吗 明明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我在正经的说话 但是大家就觉得节奏飞起 上一次那个雷哥过生日 他喝的那个是真酒 我在跟刘贤就是 刘贤给我倒了一杯 就是在他那个 他那什么节目 我跟他一起合作的那个 合作的那个叫什么节目来着 你是正在放开的内向体制 所以说你是天生的天赋太好 举报了 你总能说到点上也是很厉害的 那说明你们和我一样都不是正常人 因为你知道吗 在我以前我说的很多话都没有人回应我 结果呢 现在 总是有人回应我 让我让我就是瞬间感觉自己越来越正常 就以前我是那种 可能别人在三次元 我可能在四次元或者五次元 你知道吗 不是 他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什么伤心的人 别听慢歌 刘贤给我倒了一杯 我以为是就是因为他们有人跟我说 说什么是房里自己对的饮料 然后就是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看刘贤给我倒了 我就想那我就配合他演出 我就真喝了一口 然后结果 是酒 我不能喝酒 但是不知道为啥那天喝了以后 我没啥事 哦 舞台上是几滴酒兑水 哦 是吗 不对吧 是三度吗 那我是真不知道哎 反正我喝闻到酒味了 就很刺鼻的那个酒味 然后喝下去还有点烧 烧丧 肚子没有可乐 真的假的 我昨天和我暗恋的女生打电话 然后太晚了 我就说你去睡觉吧 然后呢 我爸问我是女朋友吗 那你就和你爸说是未来的女朋友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说 但是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的父母多数都比我们想象中更开放 对 就是开放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 你可能比你爸妈还保守呢 昨天我问我女朋友你喜不喜欢我 她说滚 哎 什么什么 你女朋友对你说滚 你知道吗 就是一般 一般就是像我爸和我妈这种关系才会说滚 说明你你可以像你女朋友过几天就是你准备准备好吧 准备准备好财产 准备准备好那个户口 对 差不多就领了吧 嗯 什么 因为那会他和我女朋友玩游戏 那你看 我猜的准不准 我说的准不准 我就说嘛 能说滚的这种关系 都是像我爸和我妈那种 那你看嘛 哎 我就说你们不要骗我 因为像我这种正经的人 三句两句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点 好了 好像现在网有点卡了 哎 网不卡 我还以为我可以关直播了呢 我和我暗恋的女生一起去看了沟队公演 说吧 他是不是看上了哪个长得比较帅的少女偶像 我朋友对我说滚呢 好可爱 我呀 我在学校 他看上了陈亚玉 陈亚玉和你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吧 我猜 那就说明他内心里是想成为像陈亚玉这样 有人呵护的小公主型的女孩子 他希望你宠着他 不是他他不是希望你宠着他 还是渴望别人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宠着他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希望这个人是谁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 这个 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因为劈里啪啦和枪声似的事 因为我刚才在学校外面一直走嘛 我在学校外面站着 然后直播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手已经冻僵了 我现在在食堂里面避风 然后刚才是阿姨在扔厨余垃圾 然后在敲打那个盘子 啪啪啪啪啪啪啪 你是说25号公演吗 反正我这星期的公演不在 这星期只有一场 但是不知道是星期几的那场 然后这星期我不在 后面我都在 好的 主要是校园空旷的地方信号比较好 因为你们老说我信号差 我怕我又闪退闪进的 你们会 会烦 对下周 不是 这周公演我不在 下周公演我在 我在 我不是周飞 我是周铁 我是周绿皮 那完蛋 我尽量请假 老板上次说我为啥 总是周日请假 你就和老板说 你说你 我不知道 南方人表示现在还有24度 所以说嘛 真的很想冬天的时候去一次广州 没有什么能阻挡甜粉的期待 短袖加一 周日不是应该休息吗 我说去见我老公 哇 哇 我上周日八九十绿皮 回家差点累死 其实从那个北京坐动车回哈尔滨 也是快八个小时 然后我还就是经常 你知道我们放假都不定时间嘛 所以我每一次 就是都没坐 然后我就自己拎着一个钓鱼凳 就是那种 可以收在一起 成一捆的那种凳子 然后摊开来 就是一个椅子 我有一次就是 我就反正我回回 我没有坐 我就拿那个椅子 拿那个椅子 然后或者是 其实这周公演以后 因为我买错了票 买成了12号的票 但是实际上我是11号走 所以我就是在火车上 然后就坐在我行李箱上 坐了三个多小时 啊不对 坐了不到三个小时 快三个小时 然后就是 就反正就回石家庄 我都习惯了 因为 感觉就坐多长时间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上课呀 就一站站三个小时 体力可好了 站着都能睡着 动车 注意保暖 没有 动车便宜 动车才300多 306 高铁好像500多吧 坐不起 我一般都坐动车 而且动车就比高铁 也就慢那么一丢丢 所以无所谓啦 坐动车 可惜当时还没有BJ 动车不是金金色那种 动车也是子弹头 只不过他走的 不是高铁的那个轨道 他走的是普通列车的轨道 所以他要动车 高铁的那个轨道里边 是没有石子的 我不知道你们没有 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错过了追星最好年华 没事孩子 你现在遇到了我 你怕不是练成老僧入定的 打坐神功 我就是一直在那个车上 应该我过几天吧 就是过了这周 下下周 应该那一支Vlog就可以剪出来了 我准备把就是我 最近啊 从北京回学校的合集 然后剪一个视频 动车到哈西站三二六 哦我还以为只有冬天走的就要动车呢 傻子 傻子 没有我没坐过高铁 高铁的轨道是专门的 对的 这个孩子还是比较聪明的 我以为都一样的 嗯不一样 有轻微的差别 高铁啊 不是 我是真没有事干 你以为要不然我愿意在 在房间里抠脚啊 那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干 这么漂亮的姐姐是谁 是你的姐姐 我的哥哥 我记得除了上周 我最近的一次绿皮 就是大学时和动漫社朋友去广州 但是我几乎每周都做 如果有特别紧急的事 我会坐高铁 就比如说上个月 就每周都是紧急的事 所以说导致我的工资 全部都花没了 然后还在花背上借了挺多 你的相机可以连小巧的录音笔收音效果好一些 谢谢 其实我之前买过一个 一个那种小巧的录音话筒 但是我不会按 我还在B站上学了很多up主 就教我怎么用它连什么手机啥的 可是还是不好使 欢迎加入葛斯奇音乐会 177071036 我知道你可能听了这个群号 你以为是电话号 但是不是的 这真的是一个群号 177071036 说不定你的视频就火了 你以后接广告赚外款 是的 对 我就是买的那个ZOM系列的录音话筒 绿皮就是绿皮火车 绿色的 涂绿漆的火车 我就是想说傻子 高铁快多久呢 高铁也就快一个小时那样吧 绿皮何意 就是绿色的漆皮的火车 绿皮就是那种最便宜最慢的 对 就是K开头的 Z开头的 嗯 对对对 我买的就是ZOMH1 绿皮只有都没有 才不是呢 我每天从那个北京坐火车到实验庄 都是绿皮车 真的 什么Z21啦 Z21是直接就是可以到拉萨的 然后什么就是Z 什么K268还262 然后好像是到山西的吧 还有什么 反正好多好多 这都是我常做的 嗯 我买了 我买转接头了 但是是不是我买的转接头不够好啊 我挑便宜的买的 其实都有 因为你知道毕竟绿皮车嘛 它也是有造价的 而且它不耽误用 我以前经常坐去拉萨的那套火车 然后到石家庄北站 因为它特别快 它就是从北京直接到石家庄 好像中间都不停 但是从石家庄北站的话 打车回 回我们学校比较贵 所以说我后来我就宁肯 再多等一会儿 然后 等下一趟车 直接到石家庄站 到时候直接打 打车回去 对 因为顺风车现在过了十点半吧 就不能用了 所以说 没用 我到了北站的话 顺风车还是不能用 所以说我就直接到石家庄站 绿皮做不累啊 绿皮做不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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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吧 它没有经常回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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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现在在北京念书了 它不需要做绿皮啊 嗯 好的 绿皮的作者类还是U堂和凳子类 那肯定是U堂的凳子类啊 因为绿皮车它那个虽然说它背是直的 但是它背很高 就是比你头都要高 所以说你就可以随意靠着 U堂那个你敢往后靠一个 你就直接靠到后面那排聚聚怀里了 人家不揍死你了 石家庄北站 我以前大学也经常去 我当时学校在景安路价格还好 我不行 我们在卵城 好远好远 还是在一个小村子里 好的 擦出点什么火花 美滋滋 看来你们也和我们同样生活 生活也很无趣很寂寞 哦 也搬家到了卵城 没有 现在学校还是就是一半校区在卵城 那一半还在市里呢 我晕绿皮车 坐一个小时就感觉很闷很晕 夏天坐比较舒服 因为绿皮车就是它虽然通风不好嘛 但是它夏天它真的有冷气 就是特别凉爽 冬天的话真的就是巨臭啊 特别臭 里面就很多奇奇怪怪的味道 然后大家还抽烟什么的 我都快熏吐了 我的学校不告诉你 继续在台下秀爱 你们在台上什么感觉 就是那种吃了香的感觉 就是那种包着糖皮的炸弹的感觉 我每星期都要坐绿皮火车 要坐四次 我每星期都要坐绿皮火车 要坐四次 我只是忌妒 我只是忌妒 啊 这么多呀 这么多河川毕业的 挺好挺好 好的 我现在要关直播了 因为我想 我想 吃饭了 我早饭还没有吃呢 好的 封上河签过 好的 不行 多吃点更难受 还是就是吃个 自己饱了就行了 不能吃撑 爱你们 一里我里给给 拜拜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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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